今晚我会和大家讲讲一个很简单的建筑 其实有本书是有的 里面的照片其实是百分之百都是香港 除了两幅而已 这个就是方便知在哪里 是不是人已经没赤 因为早上八点都能开门 那天几好天气 香港好天气的了 这个前景丸 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呢 因为很多现在我们对文物建筑保护很重视 但是到底是什么叫文物呢 哪些事值得我们去保护呢 其实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 于是乎我们就希望在一些中式建筑 我们去找到一件事 为什么会往中式建筑呢 因为我经常跟同学同一些老友记忆 或者带团去新界 我们很多那些导游 去到之后他就不会讲一样东西的 我讲一个很不好的笑话 就是说有一次我去到一道地方 我见到一个女的导游 我妇问我女的导游 小姐什么叫祠堂啊 我导游说不知道啊 我都没有的 不要笑就笑就不闻的了 对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浪费 如果我们不去欣赏这件事 那我们怎么去保护它呢 但是又不是个性欣赏呢 于是乎我们一班同事就觉得 是不是出本书呢 于是有这样的概念出来啊 是这样的意思了 那坊间很多的 很多这些书 那甚至乎我们去到卫逆讯 和卫逆讯去讲的时候说 卫逆讯那些委员问 他们说为何出本书呢 周街都是的啦 是不是 那我就告诉他们听 我好喜欢看梁思晴的书 我好喜欢看刘兴世的书 看两分钟之后 就开始一晚上睡 三分钟之后睡觉 为什么呢 没有文字的 全部都是公仔的 还有文字的 那一字就很小过的 很压迫感的 是不是这样啊 亦都香港有这些书出 但是又不是很多 所以我又希望能够 将一些小的东西出本书 那结果 我们很多谢他们分着文人信托 给了整十万元给我们 做这本书 这本书印实费是八万五元的 八万五元的印实费 八万五元的印实费 所以大国贫逆讯去哪了 去书卜到的 我们是没有拿到任何的费用 这个 我希望大家 不要回去战报 给一下面子 是的 无意思 这本书其实就是因为 老实说我都不是一个专家 只不过去得多而已 不必有什么错漏 有什么不对 希望大家指正 希望大家指正 这件事 也都很多谢信文人信托 很多东西出华书局 这样 这本书本来有三个大章节 第一部分就是说概论 分布 分类 第二部分就是说一些小一点 屋顶 粮柱柱 墙 墙 墙 等等 第三部分就是说其他一些隔断 庭院 庭 等的地方 希望等大家有个初步的认识 五大一 这些就是了 看完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我是一个教材来的 讲完这本书是十二个小时 有没有兴趣 没有 我都不想说 是的 也都有一些的 这本书又吸了上一次吉祥图那本书的经验 就是说 我们会告诉大家 这张照片在哪个地方拍 这个地方有什么建筑 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大几页 就多了一个参考书目 多了一个建筑一纜 这个就有一个改进 好了 言不应嘴 我们讲快点 因为都希望能够完成它 中式建筑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木结构 是木的 我说旧建筑 不是说现在的 是说旧的 第一个就是木建筑 木的 第二个就是一个 很多单栋房屋组成一个群体 第三个就是大屋顶 这三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要特点 譬如我们见到这里 年华石堂 全部都是木的 全部都是木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木建筑 这个是第一点 这个大屋顶 不讲哪里 知道是哪里来的 观中子 这个呢 这个是智联正圆 我们可以见到什么 见到有一个天望殿 有一个钟楼 有鼓楼 有些长廊 有个单池 整组合起来才叫做一个智联正圆 就是说很多不同的单栋房屋组成的 组成的 这个和西契建筑是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来的 教堂只有一座 有没有画梁 有没有梁柱 有没有木头 没有的 没有的 所以这个中西和西式很大区别就是木结构 大屋顶 还有多个单座组成的一个建筑均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 第二,怎样注重风水 风水其实是一种环境学 人和大自然要融合的 所以选择的时候就要注意的 第一,有树林 第二,有平原 第三,有这个西斜 第四个,要有个高山屏障 阻挡寒气 这些必须的 北边一定是山的 第一,左北风 第二,山大爪有什么 有柴,没有石油气 我经常是烧柴的 第三,打架的时候不是打小便 不用覆背受敌 接着,这里最重要是什么 有一个很大的平原 这里有个平原 那边有树,有河流,耕作 所以现在我们见到 錦田一样了 錦田的背后是什么 大毛山 左边呢 就是龟角山 左边是大青山 右边是龟角山 前面有个大平原 外面有什么 有点錦田河 再出一点呢 又海海湾 再出一点呢 有个南头半岛 我们见到那个河 一窩无济,有没有用啊? 没用的 见那么多,走那么多 要抱着它 抱那么多,吃那么多 谁抱着它呢?南头半岛 是吧? 风水当然是18年 现在自己看看 就这样解 所以当时是这样来的 有些地方没有,怎么办呢? 似乎就是了 在这里挖个大洞 做个大洞 做个大洞 一来呢,后面 后面是什么呢? 后面中暑了 就有个风水林 这个水塘做什么呢? 第一 当那些风水林坏的时候 会湿润 当然会湿一点 第二 有什么要动 火灼呢? 就在那里淋水 这个太平江来的嘛 这里知道在哪里? 灰岛 灰岛 很难过,现在怎样呢? 因为呢 现在是宣布了会见灰岛的地方 全香港唯一剩下一间最漂亮的客家屋 就没有了 不知为何我们这些环保人士没有人提 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过了个咨询期 就是这样解了 现在还可以去的 在那里入 在那里出 咨询不要进去 千万别走不开 走开跌下去浸自己的 进去的 里面有很多漂亮的东西 千万别偷 拍回来就算数了 好了 终于建筑的分布在哪里呢? 其实 以前呢 香港就是一个很荒谬的地方 最早来香港的人 是邓族 他就是公元九七三年 即是一千多年前来的地方 跟着呢 就到这个猴啊 鵬啊 廖啊 文啊等等这些地方 我叫五大族 五大族的名字 又不是他自己说过 就是当时因为英军打这个新界之后 洛克去到新界 就登记回当时 这些土地最多人去享有呢 就是这五大族 这五大族 这些打得英国都最凄凉的 所以洛克就说 这个叫做新界五大族 就是这样来的 你不要说你香港人自己 好似好似好似 好似自己为是 其实这个名字是什么呢? 是一个英国人给他的 那五大族 在香港那么多年 所谓的什么呢? 村落啊 祠堂啊 面语等等 而且一样东西 要是交通要道 有个虚事 刚才议长都说了 夏川市啊 平山市等等这些 但是当时那些人是耕田 耕田很简单 也都没什么漂亮东西 再加上中式建筑 不是容易保存 但香港最重要的一个最大的就是什么? 叫做禁海灵 海禁或者叫做千海 因为当时郑成功在浙江福建 广东原海大 反之复明 于是为了要赶着郑成功于事故呢 皇帝又说下令第一件事 不让船出海 接着都不行 接着就不让人在海边居住 最后呢 要令到一个全海居民 向海之后五十华里 包括广东座量 当时整个香港 不是叫做新疆 所以整个香港都会最近到哪里 去到一个东莞 香港整个都没有人地带了 所以当时 当时 迁戒是八年 但头战是二十年 这十年里面 没有人在那里居住 都倒下了 就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见到这些美东西 统统都是复戒之后 慢慢起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说 香港有没有明朝福 真是没有 都是清朝了 这些都是五大族起的 后来也有其他自私族 为什麽 因为香香起之后 很多客席的人士 包括团圆姓陶 大埔姓南 等等都来了 他们会起自己的房屋 有些新的东西 现在我们见到 宗室建宗分别有多少 大埔 你分别是什麽 池囊 住宅 书室 私属 没有什麽跟虚似等等 我慢慢讲了 池囊两类 一类就是我们叫做家宅 即是说自己的家持 一个就叫做宗池 池囊我做什麽 我来 第一就是我来以示 有什麽事 找义叔公 为什麽一定要找义叔公 知不知为什麽 我上个团圈 为什麽要找义叔公 第二就是制祖 制祖 这个就是制祖的场面 因为夏村邓寺宗池 重修开光 于是乎排队 为什麽排队 为什麽排队 按备份 22传 23传 24传 25传 记住了 我们去到乡村尼邦 见到那些父老 你问他是第几传 不要问他是第几伟 为什麽 不在这叫他第几伟 你兜兜兜 就问他第几伟 他不知骂你 好不骂你好 记住是第几传 好了 排队这样 以备份行先 不是年纪 所以我经常说老子 年纪就是这样的意思 配份 这个就是制祖 也会开会 你发觉 持党是男性开会 为什麽是女性开会 因为刚刚开会 就是说平山邓族文物馆 要摆什麽上去 这几个女子是哪裏 就是AMO 本物馆办事处的同事 和父老一起去讲 我们如果有去平山 记得这个是谁 埋花生堂的 法叔 记得 这个 这个 不见我 我拿相机 不见我 好了 以前 持党有一件事 用来摆酒 为什麽呢 添丁 要注册 可以受酒 结婚 甚至可以教书 譬如我们见到 每一年的正月十五 就开灯 这个开灯就有很多 但仍然公开 公开开放给我们 不是聖灯 有很多人去开心的 就只有感甜 未来的正月十五 可以吃灯粥 第一件事 不用做人情 第二件事 不用包礼仕 最重要的是 四万个面子 嘻嘻嘻嘻 所有人都说 见公喜 见到嬰儿说他抵打 就可以了 那就吃了 一天记着 你不要坐下吃 站在那里吃 为什麽呢 坐在那些是俘虏的 我们的闲人就站在那里吃 就是这样的 这个意思 开灯 接下来入门了 入门了 很有趣的 这个祠堂不一定 随着这个祠堂开放 吉祠堂就打开中门 花旅行先 背后行第二 新娘就拖着爸爸 入门了 见过没有 是啊 没见过呢 不一定的 这个入门了 嫁娶了 好了 术实呢 这张就是 錦田茂京堂 就是镇玉京堂 没有拆之前的 读书 读书了 很多东西做祠堂 这个祠堂 术实了 好了 住宅呢 亦都分开了的 通常我们有什麽 有些 我们现在讲香港 就是这些三间两廊 客家食的三房四环 下山虎 那些属于南方俠院式 北方俠院式和南方不同 我们讲南方俠院式 譬如我们见到这个是柴湾六屋 我们叫下山虎 为什麽呢 老虎琴着手出来 这个是厅 这个是通天 这两间厨房 冲浴房 那客家的特点怎麽呢 很窗很小 为什麽呢 怕人打劫 怕人打劫 这个是下山虎 这个是黄屋 或者我们见到 这个就是三间两廊 为什麽呢 这一间 两间三间 有两个走廊 上面有角仔 这个是三间两廊 大夫弟 或者我们见到这张很靓的 这个就是客家的增大屋 三堂 一二三四环 一二三四 那这些都叫三堂四环 这些是住宅 这些 就是说有钱的 没有钱 或者是一群居 那什麽叫帝呢 有功名的住的地方 就叫帝 有空我去你虎帝拜访 有空你来我寒舍增光 我不是说有空我去你何者拜访你 我虎帝增光 不行的 这个是忠人 我欠虚支持 就专程 就这样解了 这个 好了 那我先讲违村 最初那些人去的时候 在一个田边开着田 耕种去开机 耕种 一间屋 整整一下 二佬来到两间屋 整整一下 一排两排三排 于是一个自然村 但是村之后 因为有钱了 要保护自己 于是乎 整个村的人 起墙墙 要自己住在里面 这个就叫围 一个围不够 就起第二个围 原来围是什麽围 老围 第二个围是什麽围 新围 第三个围是什麽围 不知道什麽围 总之有冥宁围 很多围 五围六村都来的 好了 五多围都起了之后 还起不起 不用了 围隆围之间 人人强马藏 于是乎 在围隆围之间 就起村了 所以现在我们平山 三围六村 龙岳头的五围六村 就是这样来的了 那围做什麽呢 要抵御 于是乎 一定有个围场 有个耕留 有个窗洞 是保护自己的 这个是老围 老围 这个是法庭固迹 老围 因为被那些所谓的 所谓的杀气 似乎 这个楼梯要打横过的 我们看到有个窗 这个窗洞 这个窗洞 你打它很小 里面很大 里面有围场 或者 好像一个很大的 这个窗洞 这个窗洞 因为五房人 五房兄弟 都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少去 因为黄先生 又不太喜欢人去 他说 松范兄 你去得 只能有第一个 就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他不需要骚扰他 松范浪 很漂亮 松范浪 这是围村 另一种 书室 和私塾 书室是公起的 就是房人 或者祖起的 私塾是家人自己起的 有些分别 有分别 为何要读书 所以呢 因为 以前我们说 常常说 士隆工商 我们年轻时 大家读过没有 一首 天子纵燕毫 文章 教以曹 万官加下品 为了习宗谷 为了读书谷 有读过没有 有读过 所以读书 读书就可以 考公明 考公明就可以 做官 做官就可以 回去光宗耀祖 钱不是问题 光宗耀祖 所以一定要读书 所以是士隆工商 士隆工商 读书是很重要的 于是乎 差不多每条村 每条乡 一定有个书室 这间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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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德书室 这间又是有士书室 去过没有 去过了 这间是新的书室 在上面有很多 旧的木头 很漂亮的 一种形式 不是阿公的 也不是私人的 就是一班人自己集资 做一个会 每人出多少钱 买田买地 做什么呢 田地要租给人家 去收租 收租 收租我们来办经费 那就不用 等学生没钱都可以读书了 例如二帝书院 因为十六个人合资 聚水一方 以前这个位置 是一个文塔 这里是水边地 我们叫做触坟地 触坟地 有水地的危险 是一个文塔 文塔之后 发觉原来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文塔的位置 好像烟窗 以前 小朋友不读那么久 拆了文塔 后来就起了这个书室 现在书室怎么用呢 直到没有了科举 这些人读书了 没有科举就没有了 没有秀才 没有举人 没有状元 到来把鬼吗 这些人都收拾了 现在做什么呢 现在我们做法定估计 不是读书了 这些书室 这些书室其实很有趣 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防人的私属 因为在以前 我们不是有钱就去祠堂 因为第一个 朝廷不喜欢 起祠堂要申请 因为祠堂就是聚众 聚众是闹市 第二个 如果个个人在一起拿下工 便很不够 以前一定要申请 既要记念自己的祖堂 又可以在家前 做什么 书室 有没有见过没有车的平山 很少见没有车 单车有没有 因为真的没有车 这个是近乘的 这个是正书 我报了乘客 报了乘客 里面就是祖堂的祖堂位 两边就是货室 所以这些所谓家属就是一种价钱 不可以用祠堂的名义 这个了 好了,寺庙一定有的 很多 那什么呢 寺就是用来礼佛的 礼佛 寺一定有的 有个塔 有个塔 就是用来摆一个释迦的社里 礼佛 礼佛就是要清水 生果 鲜花 那我们常常托海昇珠还神是什么 那些任表 你有没有见过托海昇珠 那些宝庙还神的 没有的 寺是礼佛 寺 这个是寺 这些是寺庙的 寺庙 寺庙 钢子 鑽 那些是寺庙 是 是我